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所有全國的大朋友小朋友 您 沒錯 再一次準時的光臨 全民心攻略 好想談戀愛嗎 春天到了 百花即放 又適合開始萬物勃發 準備開個好事 好啊 談個戀愛的時候 你想脫單嗎 要如何打造一個適合戀愛的自己呢 讓我們由內到外 從養生氣色到心理素質 甚至於是情趣氛圍營造的能力 都讓您處於備戰狀態 歡迎戀愛助攻專家們 歡迎 介紹第一位戀愛氣氛達人 韓儀邦 大家好 第二位戀愛美姿美儀達人 梁湘華 你好 第三位穿越土經的戀愛達人 宋儀慧 第四位是戀愛膚質控管醫師 黃祐民 戀愛好氣色營養師 顏子儀 以及愛的職能治療師 黃彥均 歡迎 今天特別有個戲要跟大家分享 是吧 漂洋過海來愛你 好浪漫的劇名 這是哪一台的 大愛 大愛 每週一到每週五晚上八點鐘 現在正在熱播當中 熱播當中 是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戲呢 這個是 這個是 他漂洋過海來愛你 就是有四對外籍的 四個外籍的新娘 四個外籍新娘嗎 對 有三個是越南的 然後一個是福建 嫁來台灣 妳應該就是福建的吧 我跟你講他厲害 這個我要幫他講一下 妳從現在開始用越南槍講話 就是呢 這個就是一個 三個越南人 來到這個嫁到台灣 跟那個不一樣的 台灣的先生相屬 還有婆媳關係等等的 然後很好笑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厲害了 妳的越南 所以妳的生父還是生母 是越南人 不是 可能上輩子 那妳跟誰學越南槍 我不知道耶 我有一天就發現 我怎麼會啊 真的好像救班娘 不知不覺也救學費啦 對啊 厲害了 為什麼要用客家槍 跟人家越南槍名 我是客家人 好吧 我剛剛也不是客家槍 每天晚上八點鐘 是大愛電視台 對 漂洋過海來愛妳 非常好 謝謝 我另外有一本書 聽說跟大家分享 對吧 送一位 對 怎麼會想寫這樣的書 好特別 因為我覺得 古人的愛情不會 輸給現代人 我請問一下 我們都在研究這些古人 對不對 唐師送詞也好 對 他們的本人長什麼樣子 妳研究過沒有 就是史書上面有說 其實在唐代 也只是文字敘述而已對不對 對 可是它有一些畫像 最帥氣的 跟陳辰哥一樣 叫做王偉 第二名可以 王偉原來跟我長得很像 就是真的是 第一次聽到吧 就是身高啊 樣態啊 就是很端莊 然後很非常氣質 很有質感 這是我第八本書 好的 謝謝 團情說外 普人超有感 希望大家喜歡 歡迎我們在最高層級 研究員 蔡上華女士的苦口婆心 請 大家好 我是研究員 蔡上華 今天所有來賓 愛情不卡關 希望來到新攻略 也能夠連連闖關 因為在這個賽 聯想你的部分 必須要一時不差 才能夠進入到 九宮的攻略賽 攻略賽 就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人 能夠開啟Super Night囉 總之 我們拭目以待 最後再把時間交給總是 能夠用他獨特魅力 敲開你心門的孫館長 準備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伊甸園 今天呢 我相信所有的提示 應該都跟我們的 兩性 情愛關係有關係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雷姆 雷姆 黃燕俊 你看他快不快 他的手真快 沒有 現在來久了 我就知道要先按再想 答案是 為什麼是雅當 因為 伊甸園裡面就是 然後 肋骨的話就是 雅當的肋骨 對 就提到雅當 對 我覺得 雅當跟夏娃 應該是其中一個 夏娃是雅當跟肋骨座的 是嗎 對 就傳說中 雅當答對沒有 好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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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夏娃 因為想要肋骨 對 來了 黃彥均請就位 黃彥均同學 台灣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系畢業 第一個出來有個專屬的 這個 只有你才有的資格 就是在搖滾區看禮物 好 看一下孟歡大盤 瞧瞧 來 這一集為你準備的大獎 分別有 好 跟你有關喔 一萬除蠻機 在右邊 免除水桶的RO淨水機 正後方三萬大獎 是醫美保養品 這是保養品 整組的保養品 五萬大獎是 破壁智能養生機 左下角的那個是 十萬大獎 最懂你的全智能淨移馬桶 好不好 人生的第三道題目 請公布 你有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看看我們的第一題 重妻骨暖男 就是你 第二題育兒好時機 兒童的職能治療師 當然有一個 七個月大的女兒 對 客家趣味所 你就是苗栗客家人 而且在苗栗的客家莊裡面 曾經做過長照服務 對 很好 全家來慶生 今年過當爸爸後的第一個生日 恭喜 感受很不一樣 對 玩具熱銷榜 你在YT頻道 有一個開箱玩具的內容 對 節目 除蠻好幫手 你很怕很蠻 所以家事通常是一手包辦 對 七炸鍋缺業配 剛買房的時候 很多家店都買了 就買不到七炸鍋 等不到 也等不到業配 所以乾脆自己買了 對不對 買東西要賭氣幹嘛 就怪了 踏上不歸路 剛好關注新聞時事 跟鮭魚有點關係 對 至少三題 從哪裡開始 先客家好了 客家 好好 爸爸媽媽都是苗栗客家人 對 那你的客家話 講得清貨嗎 沒有清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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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討 我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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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台北長大 我也是啊 沒有在客家裝生活過 我也是啊 這樣 對啊 但是我寒暑假了 過年回去 你會講 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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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耶 躺是不是 很怕 躺是不是 好 客家聚會喔 好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送分題 回娘家 請鎖定 哪有這種送分題啊 對啊 真的是 客家人回娘家 做不回家的習俗 你知道嗎 對 回娘家喔 他們是 客家人非常在乎的 因為過年的年夜飯 客家人都要幫忙 客家女人都要幫忙 而且在自己的 嫁到了家夫家以後 一定從早忙到晚 打掃啦 準備年夜飯晚餐 到整個收拾整理完 他絕對不能夠 腦子想說 我的娘家現在怎麼樣 沒有這回事 他要專心一役的 然後到初二回娘家的時候 一定會回去 基本上一定女兒 嫁出去的女兒 一定會再初二回來 因為我有六個阿姨 對 我有六個舅舅 六個阿姨 然後我們真的 就是初二 絕對會大家大集合 在我的 很熱鬧 很多人耶 對 那流水溪的那個 要搭棚子吃飯耶 反正大家都端拿手菜出來 真的是非常熱鬧 很熱鬧 大家庭喔 對 可以吃很多空洋 我們回娘家的時候 幾乎都要 兩手帶很多禮物 對 很多單樓 對 然後帶著西隆 有時候對不對 就是自己的老公 對 帶回去 然後滿手禮物要送給所有 親朋好友街坊鄰居 最喜歡的是 這禮物做得很周到 阿姨們 他們會自己做那個 喊吹 喊吹喔 對 喊吹真的 他們那個一個 就是一個 還有泡吹 就是會放在罐子裡面 對 然後用筷子把它勾出來 對 那個每次我都很希望 可以拿到幾瓶這樣 那有時候有幾十年的 對 就阿姨很厲害 來 算摸一家 算摸一家 就是回娘家 來 請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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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客家福音呢 就是這麼說的 燉油不燉醋 燉醋不燉 魅家路 那這個請鄭館長 為我們把它講成 吞油不吞吃 吞吃不吞 沒有一家路 那這是什麼意思 來烤我耶 翻譯機的概念 好 其實他就告訴我們大家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在煮藥裡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油 但當你的經濟狀況 已經很困難 已經都沒有油 可以使用的時候 還是一定要用到的 就是醋 但如果你窮到 連醋都用不起 你絕對不能夠斷的 就是你的娘家 因為娘家 是一個女孩子 一輩子的精神支柱 所以客家女性 每年的大年初二 一定要回娘家 多多走動 保持著這一份 永遠的情感 很好 第二題 好 還有兩題 要不然你拿不到除蠻機 因為客家人比較節儉 對 所以我一直在等業配 然後就 後來不是買了嗎 有啊 就是上個月有買 真的等不到了 不是等不到 誰知道你缺氣炸鍋啊 我真的在粉專大肆地說 真的好想要氣炸鍋 許願池耶 結果呢 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 真的有好幾家來找 可是最後就是搭配上 有一些 對 狀況 所以最後 我以為沒有 法人問津耶 有啦 有 我以為你沒有人言耶 有啦 就是這個部分 還是有一點 氣炸鍋 缺業配 起 主力 好 為分析數據中 關於氣炸鍋的正面評價中 下列合者是最多人提及的 A 一機多用 B 烹調不油膩 C 食物美味 好 我的答案是 C 食物美味 鎖定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是A B耶 食物美味是不是必然 你怎麼會拿不好吃的東西去炸 怎麼可能 我是B跟C再選 那最大公約數就是B啦 可是它就是要最多人提及 其實滿多人炸出來的 真的 就是看起來都很厲害很好吃 但是未必是不油的 未必不油 多半不油啊 像如果你有含雞皮的那些東西 那進去也是超級油出來 雖然你一滴油都沒有加 結果他答對了舉手 你看 一個都沒有 一隻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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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多用的舉手 起碼有一隻喔 烹調不油膩的 四隻喔 不必吃喔 那一隻的先說 你為什麼是一機多用 為什麼 他有多少用 怎麼用 因為可以烤東西炸東西 還有人弄蛋糕什麼的啊 可是我自己炸東西 我去大國可以弄蛋糕喔 有 那個炸蛋的那個就 可以啦 就算可以做蛋糕 但是因為我自己炸的東西 都很難吃 我都覺得比炸的 或者是用烤箱烤的 還要不好吃 你是不是買錯機器了 我看會用氣炸鍋 你認為一機多用就對了 很多用途在裡面 對 來 我們聽一下 Junie 這是這樣子喔 因為我本身有接氣炸鍋的頁 廠商的要求 重點就是 烹調不油膩 我們要寫出來 你覺得廠商會特別要求 你講到這一點 一定是這很重要啊 對啊 所以你沒接到就是 你不願意吃這一點嘛 他就吸引人 你就是不油膩才吸引人 對啊 對不對 香華對不對 對 你們越南有氣炸鍋嗎 最近都是 有啦 炸春泉 現在都很 國際化 說來就來 不錯啊 宥明 對 我也覺得應該是不油膩 因為它主打就是要不油膩啊 我聽到更多就是 真的好像炸的耶 對 可是沒有那麼多油 怎麼炸出那個口感是 哇 現在好像喔 然後也沒有那個油膩感 怎麼會是食物美味呢 你怎麼搞的 不要生氣啦 不是 全世界就他一個人選耶 怪了耶 這個苗栗做家人怪怪的 可能我廚藝比較好 然後我跟... 那你活著你再講一遍 沒有 在館長的麵前面 我的廚藝真的不太好 因為麵是最好吃的 你不要再稱讚我了啦 對 但是如果他答對的話 我們會尷尬耶 我對不起廠商 如果答對我們真的很尷尬耶 對 更尷尬的是子昀耶 他說每次炸都不好吃耶 來 來 是不是食物美味請揭曉 答對 怎麼 你 我對不起 Junior哥的業配 怎麼會 廠商來這邊 怎麼會咧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最近 要挑選這些家店的時候 就會把氣炸鍋跟旋風烤箱 來做比較 那麼大家會覺得說 買氣炸鍋的最大的兩大重點 就是內裝跟價格 內裝的部分呢 怕買大可能佔空間 買小又不夠食用 不過整體來講呢 最多人正面評價點 就是認為說 使用氣炸鍋之後 烹調非常的方便 而且食物也非常的美味可口好吃 再加上呢 它其實不用再額外加油進去 所以也讓大家覺得說 烹調起來呢 是不用管火候 然後就可以把它做出好吃的味道 一萬再巷子口樓 來 第三題 你跟唇板機 越來越接近了 我選寵妻這個好了 來 我們出個題 請問哪一位古詩人 對家庭老婆 以及為人處事都非常好 可謂是一個完美暖男的形象 A 白晉 B 王維 C 賀之章 天啊 你完蛋了 這個只有儀惠知道 因為他冠若茵 只有他想 誰有暖男的形象 你要穩住喔 關係到你的唇蠻肌喔 你要從他的詩詞的風格 去想他這個人喔 誰 三分三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B 王維 OK 鎖定 選他是因為 頭看 是因為宋盈慧剛才稱讚我 像王維 對 我真的只有這個線索 宋盈慧 這三個人評價怎麼樣 真的王維應該是最好的 對 他當朋友跟 他老婆死後 三十歲的時候難產死後 他就沒有再娶過了 他老婆三十歲難產你都知道 就是 是真的 然後所以他才會叫師佛 就是 他真的就是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那種形象 對 那白之獄是什麼風格 他是中堂最好的朋友 就是圓整 圓整是個渣男 他是每一個 圓整是渣男 他真的是排行榜第一名 他是渣男 所有的女生跟他在一起 不是鬧自殺的就是 去當女道士 他當時最厲害的是薛濤 薛濤還為了他出家 真的 都是當時最有名的那些歌記 或是第一名 真的 他的好兄弟 那賀之章呢 賀之章就是一個 就是很誠懇的詩人 我倒沒有太研究他的愛情 但是王維我是可以投他一票 王維是不是完美的暖男呢 請接受 宋儀惠 宋儀惠 宋儀惠啊 妳就說他很像陳哥 這感覺有點不好 那是陳哥 沒有 沒有 我們隊伍 正確答案是白之獄 好 白之獄呢 其實算是唐朝的詩人裡頭 這個祭遇算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基本上呢 他在有生之年呢 曾經官拜二平大園 並且是太子太父喔 所以呢有文采 同時優秀重用 而且呢他的愛情 其實算是有一點小坎坷 在早年呢 他曾經有一個初戀情人 但是家裡的人不贊成 他們兩個在一起 所以他非常晚婚 大概到三十六七歲 才終於娶了一位楊氏 可是在結婚那天呢 他就寫下了這個詩句 裡頭呢非常誠摯地講到 他願意跟他生同事死同穴 就是我們生死不離的在一起 所以呢雖然在後來 他們曾經還是有點小爭執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最後還是一起白頭偕老 雖然是還滿幸福的 而且白君呢 還有一點點的怕老婆 所以他是一個 還滿尊重老婆的男人 好了 下一回合資格賽 全明星空略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第二輪資格賽準備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什麼是風月寶劍呢 第二提示再看十秒 好 石頭籌 宋儀惠 為什麼是紅頭夢啊 因為他都是他的就是別稱 對 你說風月寶劍 對 石頭籌就是他的別稱 因為都是一堆風花雪月 對 就是 賈寶玉跟那個 對 就是 來 是不是紅頭夢 太厲害了 賈寶玉 好幾 謝謝 恭喜宋宜慧 來 請就位 宋宜慧同學 鄭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畢業 今天特別來宣傳 他第八本書 對 彈琴說愛 古人超有梗 對 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就要出來了 好 請公布 為您量身打造的第一題 愛情古典詞 今天宣傳書 彈琴說愛 古人超有梗 第八本創作 同為愛書人 你是圖書館主任 特別愛買書 聽說家裡面有一面書牆 四面 有四面書牆 家裡就有漢明月 青少年符號法 因為你會老師嘛 所以懂青少年 這些流行的時事 鼻過敏精油 這就是你自己會困擾的 有過敏黑眼圈的問題 當然喜歡精油 我們把過敏跟精油放在一塊 油煙不要來 你怕油煙味所以不會做菜 國旅最熱點 喜歡旅遊 最近才去了花東 夯劇排行榜 特愛看日韓的偶像劇愛情劇 環保回收室 關注環保育 你覺得我們從哪邊開始 同為愛書人 家裡面就有藏經閣 是吧 沒有 就喜歡買書 都買哪一類的書呢 我會有三類的書 一個是知識型的書 就是想要多充實一些 各式各樣的知識 那第二個 第二個呢 比較實用型 譬如說我當老師 那我就希望口條好一點 表達好一些 跟表達教學相關 對 教育的 那第三就是娛樂 就是我喜歡看的一些小說 文藝愛情小說之類 或是詩詞之類的 文藝愛情小說 所以妳也有夢 也是憧憬愛情 對啊 每個人應該都是吧 所以還沒結婚 不是 不是 就是覺得 愛這件事情 是一輩子的課題 就是要好好的經營 跟好好的去學習 所以還沒有結婚 是 一定要回答嗎 請出題 我的答案應該是C 拿破崙 是不確定 確不確定 說定 不假思索 這麼肯定 沒有 因為拿破崙有寫 寫過情書寫得非常好 她的情書寫給誰了 又被妳看見了 就是一個 就是她的太太 所以她在打仗的時候 有寫這個情書 所以我就想說 一個喜歡寫信的人 應該是愛看書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應該會有一定的文采 是不是 因為我跟西洋的 其實比較不熟 是跟中國的比較熟 妳是研究我們中國古代歷史 對... 亞歷山大跟凱撒 我們知道 對不對 亞歷山大我們只知道 健身中心 凱撒我們只知道沙拉 對 什麼啊 好可愛 外面不要一直互動 我也是 請揭曉 真的好開心喔 拿破崙呢 他愛看書是看出了名的喔 因為呢 他的一輩子啊 常常都在外面征戰喔 在1807年呢 當時他正在爭惡大戰 在旅途當中呢 他就覺得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太久沒看到書了 因此呢 他還特別傳令回去巴黎的 這個圖書館的相關人員說 怎麼那麼多書 都沒有送來給我看呢 他們馬上把新書都送過去 但是他覺得還是不夠讀 所以後來呢 拿破崙乾脆就有個壯舉 他做了一個迷你的 隨身圖書館 裡頭呢 有好幾個箱子 裝了1000本書 而且都是那種手抄小小的本喔 大概這個大小跟手掌一樣大 讓他隨時每次出去打仗的時候呢 都有看不完的書 所以他一輩子打了60場的戰役 那基本上都是有書本陪伴著他 來 第二題 青少年符號吧 有什麼符號 來 請主題 現在的青少年 已經不會再用笑到流淚的表情符號 來表達好笑了 請問他們會改用什麼符號呢 答案是C 請主題 頭包繃帶是什麼意思 取代那個笑到流淚的表情 是不是 這一題我不會耶 所以我也只是想說 妳只這樣表演一個 不假思索的樣子 不是 不是 我只想說 好像沒有看到他們 傳骷髏頭給我 也沒有看到他們穿飛機 可是他們有傳過這樣的 就是類似的 頭包繃帶 好像滿好笑的 的貼圖給我 就是想說是不是 像骷髏頭 是嗎 答對了沒有 他是這個嗎 是不是笑破頭的意思 你不是研究新少年嗎 就這個嗎 你覺得是A 好像也是 你知道嗎 就笑死了這樣 我好像有看過 真的 那為什麼是骷髏頭呢 就是笑到死了 笑死了 笑死了 骷髏頭表示他笑死了 那不是氣死了嗎 那我怎麼 我怎麼 怎麼傳棺材過來算了 就像說笑到流淚那個圖 就是你只要發出去 人家就說 這個是老人 你還在用這個耶 好笑喔 請你揭曉 笑到流淚的符號 已經被改了 真的被改了 正確答案就是 那告訴大家 其實呢 現在呢 在全美國 最常使用的一個表情符號 就是笑到流淚啦 但是呢 在一九九六年 出生以後的年輕人 他們叫做Z世代 他們認為說呢 因為他們的哥哥姊姊 爸爸媽媽 都在用那個笑到流淚 因此他們覺得實在太過時了 他們就覺得說 如果要表現我的大笑呢 我要不就是直接用 哭臉的表情 就是笑到我已經大哭 或者是我直接笑到 當場去世 就直接變哭舞頭 所以他們就會用這種 很極端的表情包 來代表自己很靈情 下一位資格在 第三個資格是誰呢 請看第一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在開始表 偷偷愛著妳 韓儀邦 答案是 對嗎 暗戀答對沒有 當然啦 沒有回報的愛 Junior 是 韓儀邦 請就位 來 請 來 請 韓儀邦 同學 實際大學 數位媒體研究所 但你只有三分鐘 答題時間 前面被人家用得差不多了 不 跟前面一點關係 沒關係 人到真的就三分鐘 遞檢 好 被前面用差不多 什麼東西 好啦 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終於得以看到它了 來 請公布 韓儀邦 今天的題目 第一題 霸氣雙魚男 說是你在這個 飄玩過海來愛你這個戲裡面 給人是個霸氣的寵妻老公 對 寵妻的老公 然後呢 平常也會跟朋友呢 我有聊聊星座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呢 綁在一起 雙魚男 好不好 我有金手指 當然跟日本那個家庭 沒什麼關係 我們是跟吳婉君合 開了一個YT的節目 對 我們開了一個YT節目 然後有一次玩那個 金手指的比賽 手指運動會 對不對 對 所以有個很靈活的手指 OK 好 攝影得獎照 他很會拍照 喜歡 對於自己有許多的器材 脊椎炎共病 你有僵食性脊椎炎的問題 這很難完全好耶 不會 料理好夥伴 擅長料理 喜歡 三年威士忌 威士忌他會喝 然後有酒商朋友 燒肉吃吃烤 他愛吃 狗狗上廁所 他愛...他愛狗 不是愛上廁所 是我愛狗 對 至少三題 看前面這兩位 要超越他們 我一定要拿到乘蠻機 機器... 對他們說 乘蠻機 告... 不是要講這個嗎 從哪邊開始 霸氣雙魚男 霸氣雙魚男 霸氣雙魚... 請處理 加油 根據台灣星座網站的報導 蕭野哪一個是雙魚... 雙魚座愛上一個人 會有的霸氣行為 A 動不動就管你 B 時時刻刻盯著你 C 絕不讓你受委屈 我的答案是 B B 請處理 我怎麼會猜別的 我也是 因為你不是雙魚座的阿 原來這麼簡單 原來答案這麼簡單 因為我不是雙魚座 對 我怎麼以為雙魚座 會絕不讓你受委屈 他應該屬於這種浪漫的霸氣 雙魚座最容易人家受委屈 這個 好像也是耶 多情男子 蔣瑋文 結婚了就不要提了 可以講出來嗎 動不動就管你是可以刪掉 雙魚座不太愛管別人 所以刪去之後 就留下一個時時刻刻盯著你這個 會耶 感覺上雙魚座就是會 如果他注意到這個人 就會一直去注意他 所以那位空姐女朋友 你常會盯著他 你也盯不到阿公姐 你也盯不到 怎麼盯 騙我嗎 你是不是沒看新聞 分手一段時間呢 太尷尬了 對啊 後面有人都不敢講話 好 回正題 請揭曉 好 你真的會叮的喔 會啦 你這次算是佔有欲 也不是佔有欲 我會去觀察 他在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發覺 很可愛 你覺得他在做什麼 他喜歡做什麼 或者是他會有什麼好笑可愛的行為 就去注意 第二題 好 第二題 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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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喜歡料理 我覺得我跟料理很有緣 真的 就是我家裡面很多鍋子 都是上節目迎來的 是贏 是贏我嗎 不知道 有 我也輸過你的 但我只是輸過而已 好 料理好夥伴 請處理 蒜頭是料理常見的食材 請問哪一道料理 卻要避免放大蒜 否則就會讓口味變掉了 A 蔥爆雞丁 B 清蒸魚 C 豆豉苦瓜 我的答案是 B 1 鎖定 很像是耶 豆豉苦瓜 感覺我的印象裡面 好像可以吃到 就是大蒜嘛 切 那種大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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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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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строй 我知道 那味道應該會變 的確會變 清蒸魚 好 對了 起雞膠 好厲害喔 兩滴 門檻快到了 塵盤機了 好 塵盤機快來了 對 來 加油 一重說明 大蒜雖然味道很濃郁 而且大家會覺得它很百搭 但是偏偏就有幾種料理 是很不適合的 一個是清蒸類 另外一個就是糖醋類 因為像是這個海鮮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希望 可以提出海味 那其實你把這個大蒜 加進去之後 就會把這個海鮮 本來的鮮味給蓋過去了 所以因此通常 海鮮在清蒸的時候 只加蔥 薑 蒜 絕對不可能放大蒜進去 而另外糖醋類 它如果加了大蒜 就會破壞掉到糖醋 本來那種酸甜的口感 所以也是非常不適合的 來 恭喜一萬個巷子口 第三題 攝影或威士忌就這樣 我絕對還是從脊椎炎好 不是 因為脊椎炎這個東西 我有這個病 僵直性脊椎炎 所以我會懂它比較多 我親身就在我身上 對不對 要完成他們的醫院 要現場是有把握的下去 對 有道理 來 請注意 根據醫師指出 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炎 最常產生什麼樣的 我的答案是 是 C 請鎖定 基本上腸胃炎 一臟癌都不會 但僵直性脊椎炎會引發 有的時候眼睛很容易紅腫 眼睛不滿 對 有的時候很容易 你就有啊 對 有的時候很容易 因為僵直性脊椎炎 它導致的其他的症狀還滿多的 那我們就能問到一個 你拿手的題目了 承蠻機 被他們講的 我覺得很想要承蠻機 請揭曉 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是不是最常有眼睛發炎呢 一樣 漂亮 衝破了這個障礙 久病成良醫 你就會知道什麼狀況 其實僵直性脊椎炎 真的算是一種 滿辛苦的疾病 因為不僅是非常不舒服之外 它會有很多的 其他的共病的狀況出現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選項當中 有提到的胰臟炎 它其實呢 不算它真正的共病 但是呢 也常常會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也會有胰臟炎的狀況出現 而它的腸胃炎的疾病 是九倍之多 但是我們剛剛說 眼睛發炎的狀況 是最高比例的 幾乎呢 是一般人的三十倍 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通常都會反反覆覆 不斷地有紅膜炎的狀態出現 因為呢 它是一種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麼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就很容易全身系統 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所以眼睛就會特別容易發炎 恭喜得到一萬元四位新筆 漂亮 漂亮 你搞不好今天是成績最好的 真的 好 成年威士忌 對啊 這不選了 這就沒這一題了 成年威士忌 請出禮 如果想知道一瓶威士忌的 出場年份 可以留意什麼地方 比較能夠準確地推測 A酒瓶的容量 B瓶身的形狀 C酒塞的種類 這才能夠準確地推測 先敲他的出場年份 退留意什麼地方 容量平身形狀 出場年份 我的答案是 C 鎖定 第一個撇掉的是A 酒瓶的容量是不是 各種年份都有不同的樣子 很難準確說出來 它是哪一種容量 它基本上就這幾個規格而已 我猜的是BC 對 那瓶身的形狀 我覺得反而反映的是 每一個酒廠自己的習慣 設計風格 設計風格 有人是瘦長瓶的 對 有人是矮胖瓶的 對 那酒塞 我是覺得酒塞有一種狀況 紅酒至少 它的酒塞是有 那一年的什麼木頭 什麼什麼的去做出來的 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像現在比較新一點的 就會是塑膠的那個酒塞 比較塑膠的那種都有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想到最接近的 猜對了嗎 請 繼續 尷尬了 喝威士忌的人 他不知道重點 我就說這個真的很難 正確答案是 酒瓶容量 什麼 要告訴大家 因為以前 蘇格蘭的規定 是一般威士忌的容量 要750毫升 但是來到1990年的時候 這個法令改變了 變成說是700毫升 對... 所以 對 如果你的手邊 有一瓶威士忌 它是750毫升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斷定 它的確是有一點年份的 至少它是80年代以前的威士忌 但是有一個但書 就是在美國 他們的規定還是750毫升 所以如果這瓶威士忌 它是有入口到美國去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就不適用 你可能OK囉 拿到了 拿到你送他的禮物了 來 送個禮物給他 好 我們要送給韓一方的是 聰明先生 小子除蠻機 二代紅綠燈 一分鐘六千次高品拍打 深入床墊 被入 沒藏在紡織品內的塵蠻 也能夠被震出來 比一代吸力增加到27% 自動偵測塵蠻污物量 熱膚除濕 預防蠻窮滋身 還有 送給你 他幫你們如願 實現了你們的遺願 只有一台啊 也因為他現在這裡 他就掛在這裡 所以下一個資格賽 來 第四位的資格 絕對是最後一位 請看第一個提示 我念到還沒念完 沒有 你有什麼委屈嗎 反倒 佑銘 答案是 月下老人 所以是愛神 今天的主題是愛情 那為什麼不是邱比特 下一個就是邱比特 愛神答對沒有 答對了 答對了 王佑銘 漂亮 請就位 來 請就位 請就位 黃佑銘同學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現在是台大醫院皮膚科 兼任的組織醫師 你只有三分鐘答題時間 是 至少要三題 好 你知道的 OK 看看他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請公布 黃佑銘醫師第一題 敏感肌保養 因為他是皮膚科醫師 進軍貼圖市場 他跟其他第一師 護理師有合出貼圖 絮鬍要小心 他留著個性的落腮鬍 肌肉要練對 他可是健美先生的 健脾分組第六名 每天健身 肌肉選部位 當然天天要吃雞 柔 野溪溫泉堡 他會近期在野溪溫泉拍照 醫療劇疾病 這是他愛看的劇種 台語俗艷考 外婆帶大 所以台語特別好 至少對三題 從哪邊開始 那就肌肉要練對 肌肉要練對 否則練得不平均還滿醜的 來 請出題 台灣女生喔 我的答案是 二頭肌 B 先出題 人魚線不是很厲害嗎 這個 看起來比較 Oh my God 小腹 有沒有 原本是在想選腹肌 但是好像沒有腹肌的選項 我覺得 女生會不會覺得二頭肌 二頭肌 那很容易人穿短袖 穿吊嘎 二頭肌都看得到啊 現場女生 來 會啊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應該是答對 但是二頭肌是 聽說是最爛的肌肉 就是他就是好看 他其實就是沒什麼力量 人魚線舉手 兩個 所以你們兩個背肌啊 背肌 是嗎 儀惠 我不喜歡那個都肌肉 所以我就不想選耶 我應該是C啦 C 你不覺得男生有肌肉啊 那我這種一坨的呢 可以啊 可愛 好 秦子昀 妳認為是人魚線吧 我覺得啦 對吧 有人魚線 他一定沒有肚子嘛 他才有人魚線 哪有很多男生的啤酒肚 也有人魚線啊 真的 妳上次看到的是誰 何肯線 可能是我爸爸 沒有啦 真的啦 Junior 對 通常不是人魚線 什麼公狗腰就啪 就是 狗公腰啦 公狗腰 公狗腰 公狗腰還母狗腰 我以為這另外一句 我這人專看公狗腰跟母狗臀啊 還沒聽過有公狗腰的耶 我以為這叫公狗腰 公腰 請介紹 好緊 台灣女生眼中最性感的 男生肌肉質 恭喜答對 這個男生真的是二頭肌耶 你看嗎 梁相華有研究耶 對 好 這是大部分的女生 並沒有那麼喜歡六塊肌 這種女生他們喜歡的是二頭肌 再來是胸肌 另外第三名 反而是男生如果有修長的手指 也會很迷人 而第四呢 則是 看到男生喝水的時候 滾動的猴竭 會讓女孩子覺得非常的性感 滾動的猴竭 馬上調整一下這些猴竭 下次我都要穿V0了 喝水絕對不正面 我都沒有 拍廣告 來 第二題 那我選 謝謝 主題 奧丁尼曾有一位 胡鬚長達兩公尺的市長 最終卻被自己的胡鬚害死了 請問她的死因是什麼呢 A 走路被胡鬚絆倒 B 睡覺被胡鬚繞緊窒息 C 游泳 因為她的胡鬚太重而溺斃 我的答案是 C 主題 水 我不知道 因為這三個答案都 完全無法想像 但是覺得B比較不合理 A的話她應該久了 應該還滿習慣了吧 走一走應該就不會 走路被自己的胡鬚絆倒 對 但是可能游泳平常 怎麼會這麼荒謬的事情 因為B跟A都滿荒謬的 C好像 因為平常可能人 他不習慣突然下水 然後太重 是不是 請揭曉 澳地利這個市長 是被絆倒的 正確答案是 走路被胡鬚絆倒 好 在澳地利的這個市長 真的是很誇張 因為她的鬍子 留得很長的兩公尺 平常她都會把她 放在口袋裡面 可是那天她就忘記 把鬍子放在口袋裡了 所以她走路走一走 她就被她的這個鬍子給絆倒 她的頸部就折斷 然後就當場就死亡了 後來就是大家 就為了要經驗她的鬍子 很常見的事情 還把她的鬍子留下來 保存在博物館裡頭 可以跟後人殘養 好的 非常可惜 空手而回 但是不是豬頭 黃建青終極此法 這個場面真的很冷靜 很感動 全部人只有你一個拿承蠻機 Yeah 一下很快就過去了 好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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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戀愛的關係當中 近看遠看 都要保持著美麗呢 肯定要擁有非常高的智慧 這邊 就在這裡 由你取之不盡的知識 都跟愛有關 愛的力量 別忘了 週一到週五 晚二九點 全民新攻略 拜拜 謝謝 全民新攻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攻略 趕快來訂閱喔